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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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我相逢极有緣 現在笑容也更緣 不是歡喜多不願 你貴給我創傷 順我你我少年人 哈如雨天了真人 要想最近的送度親 好朋友早安快樂 這段時間是我們吃電比生公 有我們做提供的節目 我們希望念資三條平公佈 萬八九點三做的補出 有時要讓母要客氣 吃電比生公的服務電話 五九一六 空四五 外觀這個度親 我們幾空五感恩 有時要讓母 現場有開放一段電話 五九六四四 叫一支電話 我們都可以利用 今天我們來安排一段 好聽的緩音 要請度親 做回來分享 來聽一段道曲 這個道曲真好聽 讓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静暮水或土 冬西南北中 春夏秋冬季 万物的一生 远恨离枕 阴阳交亭 周爱浮世 生生不息 周爱浮世 生生不息 一天若离 此天有之 既无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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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idi 既无不理 既谁 apart 每一個人千萬百親一度人 即便他是你的親人 誤打擾他人的因果 畢竟他會這麼固執 畢竟他有這麼勇氣 絕對有他的衣服 絕對有他的因果溫柴 如果你要去討他 你就是要去打擾他的因果 因果到什麼程度你會改變他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說 那是一個觀點 一樣的觀點 數字也很多 大家都要吸收正能量 你讀過的每個字 都不會白費 你可以活得比你想像中的更好 想要增加正能量 你必須要怎樣 你必須要多看書 所以在這個佛家經 大立環境裡面 他就說了 說佛法水化 無度無厭的人 天有水大 無倫無金的草 每一個人的角色 每個人的覺醒之路 都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說 我們輕易去試圖 喚醒一個人 他或許 只想睡得更香 還不想醒過來 他要在睡 要在睡眠 要在含眠 還不睡眠 你別說他不會敲醒 叫他不要睡了 趕快醒 趕快醒 有時候會反作用力 你越積極他越懶惰 你越積極他會越反抗 順著時間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功課 不要隨意去打擾別人的因果 哪怕他家是你的家 哪怕他是你的家人 你要尊重他的選擇 允許他順從自己心意去生活 勿將想法加注在他的身上 他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加薄 那我的事情 你不要插 我就甘願要這樣 所以就是有這種形 所以你不要將你自己的想法 加注在他的身上 這樣會彼此 能量會消耗 你堵擦我也堵擦 你怎麼說我的事情 要做什麼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所以說 這就是一種什麼 這是一種要讓你怎樣 要讓你說 唉 萬聖 不要那麼急 慢慢來 當你沒夢到一個時間 當他沒夢到一個時候 去錄就睡了 去踏到鐵棒了 他就會回頭來問你 當他回頭來問你 當他回頭來問你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跟他講 說十句 由我都聽七句 當你現在當你沒夢 當你愛睡 身邊睡得不精神 你跟他講十句 他聽不三句 反倒回頭 他還會跟你反槍 這不好玩 這不好玩 為什麼我們不該強行賭人 今天要讓你深入去探討這件事 何謂自我覺醒 讓我們自己困擾 讓我們自己想有 那時候 你要把他點發很快 那時候 他要不睡精神 你硬要把他拖到精神 你用水跟他拔也一樣 不然 不然怎麼會怪那麼多人 他都沒有頭靠 他也有頭靠 他都沒有想法 他也有想法 但是他就是往壞事去做 他的聰明就聰明在那個地方 聰明在Y7扭8的地方 他就不聰明在一個正知正見的地方 沒有你的法 沒有你的法 自我覺醒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他能讓人更好地了解自己 發展自己的潛力和價值 那時候 讓人更有自信 他會更有勇氣地去面對 這個人生的挑戰 這也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有說 搞小孩沒辦法搞 因為小孩頭靠不舒服 那小孩還要擺盤不舒服 頭靠不舒服 你硬要把東西給他 他就沒辦法這麼受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 學會怎樣 先放在那裡 那些舒服自己的東西 包括負面情緒的 懷疑啦 恐懼啦 那些 暫時請他放在那裡 我們學會怎樣聆聽自己的內心聲音 並且不斷地去進行自我探索 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真正地走向一條 屬於自己的道路 挖出一個真正的家庭 就要讓他怎樣 他有確實了 他了解了 但是這個過程必須要對風 主動 想要踏入 而非你強迫於他 你會認為 我是關心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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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才不管你耶 這句話跟他講出來 我要你關心嗎 不用啊 所以他直接就給你記著了 他直接給你記著了 零天他就沒給你好面子看 你要開嘴就說點點 你都不要再跟我講經說過 你也不要再感到我的生我 我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要讓他主動想要 不要一直塞東西給他 他不接受也沒有用 為什麼我們不該 強行干擾他的因果 他想不開 睡得沒精神 就是因果要薄 他的想法還要求定在那裡 他的頭部也沒清澈 沒頓悟 那你強迫他怎樣 那不可能啊 所以不要隨意打擾別人的因果 是有原因的 有時候你打不來 就是你一直打掉 他沒有辦法 因為因果還沒放手 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因果的利害關係 所以他必須要磨練 被因果磨練 因果磨練 一段時間 他自然會醒 他自然會了解 為了別人這樣順 別人做什麼都很順 為了別人做什麼都很順 為了別人做什麼都很順 他也會慢慢去了解 也許 也許 人家講的是對的 他就慢慢親近 這樣呢 你不會隨意打擾他的因果 煩惱等 他會慢慢想 如果你想要幫別人 首先需要確定他是否 要接受你的幫助 如果他不想接受你的幫助 那麼你的努力 有可能會變成不好過 甚至於可能會讓對方產生反感 你是好意 你是好意 還會對方反感 這樣就沒差別人在做 因此我們要了解對方的想法和需要 是實現有效溝通和幫助的前提 有的人跟我問事情 我如果看他說 真的他這個要不開 你就不要強求一定要他怎樣 安撫他可以 但是不要指路給他走 他會走得會很辛苦 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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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還在拉扯 兩邊都沒有辦法平衡 那個時候你應該要放手 不是現在度他 而是幫助他不是度他 這就是一個說溝通 現實有 有好的溝通 就是先幫助他 解決他一些問題 好的 你的建議 你的教法 你的教導 讓他覺得你的認知超出於他 出於本能防衛 他的防衛 防衛心就造出來 他就會開始批評你的想法 甚至於自己大聲小聲 最後他只想證明自己是對的 維護他的尊嚴 兒女好心 古早人說一句話 好心去給他入睡 我就好心去給他入睡 台語好心去給他入睡 心裡也會混混不平 我對你那樣好你又這樣 什麼時候才能換 什麼時候才能換生一個人 你要喚醒一個人需要具備的條件 你要喚醒具備的條件 就是第一 對方積極想要改變你才講 對方相信你有能力改變他 你才說 然後對方願意為改變而付出努力 你才真正的讓他了解 所以呢 如果有一些書那麼多 你給我問我都會笑著笑著 說得比較少 笑得比較多 就是因為我覺得現在不是時候 現在不是喚醒他的時候 但在過程當中我們要學習尊重對方 他有提出來的意見跟想法 但是對他現在的工作 場所跟他現在的 目前的生活方式 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轉換 這樣為人家給予他足夠的時間 跟空間 不可以讓他壓力 不可以說 哎唷 好 你這個不做不可以 好 你這個如果怎麼怎麼怎麼 你又來就要出發了 開始把他抗壓下去 這個人就沒收就成效了 就把你抗壓下去就害了 這真正的老師呢 你要向他 你要向他 尊重對方 目情 要先問他在做什麼 你必須要上班 你必須要照顧家人 你必須要怎樣 你的時間都挪不出來 你在家好好的修 你在家好好的修 就不要跟人家跑了 也不要跟人家要怎樣了 先不要問目的也不要問目標 你先修你自己 先把你自己的內在穩定就好 你這樣說 他會很穩定 你如果說 你這個有帶什麼 有帶什麼 有帶什麼 沒有收 有可能會遇到什麼事情 不然遇到什麼科目 不然遇到神 把你的能力都收回去 把你的能量都收回去 把你的能力都收回去 把說才會努力 給對方足夠的時間 跟空間 他就不會恐 就不會恐慌 你做一個新生的人 做一個老師的人 你給他恐慌 你要怎麼叫他 繼續下去 不可能 就繼續下去了 所以我都尊重對方的意見 跟想法 你現在的工作 跟你的時間挪得出來嗎 挪得出來 那你就把自己時間 稍微挪一下 你想要精進 必須要有功課 那功課也必須要努力去做 你才會成就 那是一定的 所以你要對方足夠的時間跟空間 並且透過有效的溝通跟引導 幫助對方找到屬於自己的覺醒之路 我經常說 醫生沒那麼厚 要我一包就有效 就是一定要給你看你的體質 慢慢給你露藥 老師也一樣 這個孩子的主持 這個學生的主持 你會慢慢談 他的主持到處 你會告訴他就好 讓他先找到屬於他自己的覺醒的路 想要幫助一個人覺醒 也需要找一個適合引導的點給他 通過有效的引導跟溝通 這種的來叫做 真正要愛他好 真正要愛他好 就是要這樣 讓對方認識到自己的問題 和他自己的不足 他的時間就白條 他的問題都在這裡 但是他想要願意去磨合一些時間 這樣我們就可以慢慢讓他有機會 就像有個人 明明是很苦惱了 因為太多框架了 因為太多恐嚇了 他已經走投無路了 他來找你的時候 你是要把它改開 不是讓他壓力 你把它改開之後 他心情會舒爽 他回到就 把金架頭這裡都放掉了 你還要把他添油加醋 還要說下去 還要說 你這個怎樣怎樣 這樣回去 他又加添一人煩惱了 連這個老師這樣說 他就走投無路了 不知道要去撞牆 還是要怎樣 靈修 靈修 靈修現在有一些誤導 真的搞到 熨頭轉向的很多 靈修不要誤導 一直誤導他們 你一直誤導他們 你一直誤導他們 讓他們真的 嚇得過不好 事業做不好 工都做不好 這樣是我們海人的 不對 對 你說了什麼 他有聽進去 你說了對風 沒辦法聽進去的話 還是沒辦法接收的 訊息還是沒辦法接收 他應該要做什麼 這你都沒聽說 他來他沒相信你 他來他沒想到 他沒想到 照你說的會怕 他會一直在抱怨 這樣 你沒辦法抒發他的情緒 在這樣的前提下 你就不要再多說了 再多說了也沒有用 只要祝福他就好 祝福他 慢慢的慢慢的 讓他的智慧開啟 有時間 具備 對方 有努力了 我們就慢慢 慢慢啟發他 慢慢的開 慢慢的他開 慢慢的走 幫他 有時間 能夠照顧好家 也能夠照顧自己的工作 要努一點時間 我們呢 只要我們有這種耐力 耐心 你到底會教出 一個很好的土地 所以說 你不要只送魚給他 不給他誰釣魚 這樣就沒有魚在那裡吃 你送一次給魚而已 你也沒有每天在送 你就要把他拿著刀 他才知道 不需要自己去找 不是都我們 我們把他串便便 所以沒這麼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 看到一個人 過得不好 善良的人 總是想要幫助他 提點他 點醒他 但是有可能 不是他所要的 有的從小沒有父母 有的從小父母親離婚 有的家庭裡面有一些便故 你跟他講 很多要怎麼樣 都沒辦法 讓他真心的去放 放下他以前 他看到那些不好的印象 跟你說 父母在婚嫁的印象 在裡面 家庭不合的印象 在裡面 他有存在的那一些 都是負能量的不好的 你要慢慢把他引導他 放下 讓他的靈清靜 讓他的心能夠接受 以前那個是父母親的事情 我們這孩子的不要去介入 然後呢 因為怎樣怎樣 我們要慢慢開導他 慢慢開導他 他才不會 他才不會 這個心肝底 他要浸本分 但是心肝底還有很多 不再平靜下來 你要怎麼改變他 沒辦法改變嘛 想要改變 但是讓他變 換他三星 對你的五飛 這樣就不好 如果一直 你一直想要把他 把他抓在身邊 一定要怎樣 對他來說是負面的 越 對我們來講是越不好 你強行干涉他 你強行干涉他 你也會唠叨 雞眼未盜 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去干涉他人的因果 不懂 會造成自我的悦障增加 還會干擾對方的因果 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幸 佛家認為是善惡行為 會有相應的報應 如果我們強行干擾他人的因果 就等於在打亂他們的報應 這不僅是對他人不公平 對因果 對全市被欺負的那些 不公平的對待 越力會增加 所以主心有 我們要自己認識 當我們幫助別人的時候 你要尊重對方 他的意志前提 他有想要怎樣做 我們就是先叫他 放下 積累一些善樂 多做一些善事 不要強行干涉他 你就不會去破壞 破壞他未來 他的自由意志 你不要去破壞他的自由意志 讓他自己選擇 這樣做 違反 如果違反道法的事 違反道法的行為 會產生負面的業力 我們現在已經是 走到科技的時代 也是像我們的量子力學 已經到量子力學的時代 我們不要做會產生負面的業力 越障是指因違反產生負面業力 會妨礙一個人的修行 跟他的覺醒是對的 但是你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 和每個人按照自己的因果來生活 到最後他自己自然就會改善 你用吸引力法嗎 不對啊 要鼓勵大家正面思考才對啊 當你有愛的時候就能改變 因為你想說 這個要把他拉來生苦兵 但是要把他拉來生苦兵 做你的同僚 或是做你 要把他加 要做什麼 你都要看 他現在目前環境 允許不允許 做老師要考量 你要範圍思考 看人家現在可以不可以 他有空還是沒有空 他的責任還負在哪某個部分 你都是要幫助他完成 他才能夠放下心來修行 這是我們做老師應該讓他考量的 絕對不是要求 你只要求他付出 問題他要吃飯不要 他要上班 你一直要求他付出 但是做老師的 不可以不考量別人的立場 一定要考量別人的立場 本來經歷是都磨爛了 一定很可能 你現在來到 為了要讓你信任 他就事情都棒棒的 工作都棒棒的 為了要讓老師看他去 要信任他 所以他就自己要做 自己要行的工作都沒有做 這樣也不對 這樣老師你把他抓在身邊也不對 你自己有意願 他的願是他沒有違反到他的家庭 沒有違反到他的事業 這樣的時候 你真的說是在做他 如果我們經常說要討理苦海叫做改名 但是每一個人都沒有算看自己 當你選擇 正面的路 你可以改名 但是你的心變 你的研究就動了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良好的 要做 人要做到良好的品質 後來說 說到一些 負面反應 對我們就沒有傷害 你有成長了 對你就沒有傷害 所以說 我們事最最生重 我們要愛的是要抹 但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本來不應該強加別人該干預 若是發自於別人的給你的干預 你也可以拒絕他 所以說 有時候我們強度度人 反而是害了他 這樣是不對 要慢慢來 每一樣事都要慢慢的做 這樣才真正的你有做到 讓對方有一個機會 安排自己的事 然後再來修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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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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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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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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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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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